抗衡北京 南海金线大规模军事集结 老对手也来 美国疫情疯狂反弹 七天平均确诊超去年夏天峰值 娱乐圈要变天 吴亦凡案子无人感接 家人转移财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3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8月初 印度国防部将派遣一支海军特遣队前往南中国海 执行为期两个月的海外部署 期间将参与美 日 澳 印 四国集团的联合军演 以及与东南亚国家海军的互动交流 印度海军特遣舰队由一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导弹护卫舰 一艘反潜护卫舰和一艘导弹护卫舰组成 后三艘是印度自行设计制造的国产舰艇 配备了多用途武器和雷达阵列 印度国防部的声明没有说明具体的出发日期 声明说 印度海军特遣舰队部署南中国海期间 将与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海军举行包括 马拉巴尔2021在内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还将与新加坡 越南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 东南亚国家海军举行双边演习或交流活动 印度国防部的声明表示 基于共同海洋利益与针对海上航行自由的承诺 这些海军部署行动将强化印度海军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协同与协调 南中国海海域近来很热闹 上星期 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不远万里 进入南中国海 并与盟友举行演习和交流 德国巴伐利亚号巡防舰2日从威廉港启程 开始其印太使命 这是德国近20年来首次派遣军舰前往南海 要加入其他西方国家的行列 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中美海军更是南中国海的常客 常常分别在南中国海举行航行或演习 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并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行动 中共还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上铺设跑道 部署导弹及其他先进武器 中共的行动加剧了南中国海的主权和领土的争议 北京常常对外国海军舰艇进入南中国海表达不满 在英国皇家海军航母打击群进入南中国海之前 中共的官方媒体曾指责 英国企图重温昔日大英帝国的辉煌 并帮助美国在南中国海惹事生非 CNN在报道 印度海军在南中国海部署行动时表示 拜登入主白宫后 欢迎理念相同的盟国或伙伴 派遣舰艇进入南中国海 以抗衡北京 今年3月 四国集团已经召开过一次视频峰会 目前正在酝酿 今年年底前 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四国集团峰会 无论是3月的视频峰会 还是今年晚些时候面对面的峰会 四国集团讨论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就是如何应对中共的挑战 中共与印度的关系 因为边界争议一直存在困难 去年6月 双方军人在边界以拳脚和石块大打出手 造成伤亡 更使双边关系雪上加霜 这也促使印度调整在美中之间维持中立的立场 并强化与美日澳四国集团的军事安全关系 去年夏天还没有疫苗 现在全美已有70%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然而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表示 美国的新冠疫情大幅反弹 7天平均新感染人数超过去年夏天的峰值 由于住院病例增加 意愿已不堪重负 疫情反弹与Delta病种毒株广泛传播有关 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 多个州及地方政府纷纷恢复口罩令及强制疫苗令 据CNBC电视网、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 CDC主任瓦伦斯基2日在白宫简报会上说 CDC收集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7天日均新病例在7月30日达到72,790宗 高于去年夏天的68,700宗的峰值 瓦伦斯基说 7天平均单日有6,200人入院 比前7天增加了约41% 7天平均单日病亡人数上升到每天300人 比前7天增加了25% 但仍远远低于去年夏天2020年8月初 单日病亡人数超过1,100人的峰值 CDC统计的日均新病例数字 在7月31日及8月1日回落至68,326 及63,250宗 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则没有显示新病例回落 反而在8月1日的7天 平均每天新病例继续增加至接近8万种 CDC认为 疫情反弹与Delta变种毒株广泛传播有关 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 多位传染病专家预期 在Delta继续蔓延及广泛恢复正常活动的双重因素下 美国8月份每天的新病例可能增加至14万至30万 这个惊人的数字 包括瓦伦斯基在内的卫生官员继续敦促民众接种疫苗 称疫苗已被证实预防感染新冠病毒及其变种毒株有效 尤其是可以防止出现重症 住院或病亡 面对疫情反弹 多个州及地方政府纷纷恢复口罩令 要求民众无论接种疫苗与否 在室内均要戴口罩 纽约州长发出强制令 民众到餐馆堂时使用健身房 或到娱乐演出场所看演出 需要出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证明 该规定将于8月16日生效 9月13日起强制执行 上述疫苗证明规定将适用于上门顾客与营业场所的员工 纽约市将是全美第一个强制规定出示疫苗证明的城市 加州多个县从3日开始再次实施室内口罩令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 目前没有考虑发出全国新的接种疫苗规定 但他特别指出 雇主有权自行决定 知名华裔男性吴亦凡日前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近日有余计爆料 吴亦凡被刑拘以后 并没有律师敢接他的案子 但余计称 目前吴亦凡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之后还要面临着上亿的赔偿 包括此前吴亦凡接的代言 以及他出演的电视剧《青灾行》 目前吴亦凡家人被爆 除了忙着给吴亦凡请律师以外 还忙着帮吴亦凡转移他的资产 据悉 因网红东北竹爆料 7月31日 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该余计指 吴亦凡有很大的可能性将被判刑 若是真的犯下被指控刑案 吴亦凡将可能被判刑10年以上 所以一位专业的律师对于吴亦凡来说十分重要 此外 吴亦凡妈妈在管理吴亦凡工作室的时候 便被指管理不当 现在她的身边没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面临着找律师以及后续赔偿的种种问题 稍早前 腾讯视频 蓝蔻 乐宝啤酒 宝石节 路易威登 宝格丽等多个品牌已纷纷与无一反解约 依据行业惯例 广告代言合同 通常有艺人需要遵守易得的条款 如果艺人涉嫌违法或者违反公序良俗 导致自身形象毁损 那么此时商家有单方解除合同 并要求赔偿的权利 因为这种行为也损害了商家的形象 属于违约行为 赔偿金额与品牌方直接损失金额挂购 部分情况下要求失得艺人返还全部的代言费 该语记称 虽然吴亦凡需要赔偿很多违约金 但是剩下的钱也应该是巨款 现在吴亦凡妈妈正忙着转移资产 未来有很大可能是吴亦凡在国内服刑 妈妈带着财产去境外 吴亦凡遭刑虚引发舆论轰动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分别就吴亦凡事件发生 吴亦凡近期深陷风波 而这也兴起整个娱乐圈的骚动 中国男星献民号工作室 出面举报知名歌手林俊杰 潘伟博也有大丑闻 更在直播时放狠话 表示将会在星期五时 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这消息曝光后 许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娱乐圈要变天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